首相敦马哈迪正式表明在他任内不会改组内阁 敦马说撤换部长并不能解决问题 而新部长也未必会表现得更好 此外他也透露我国尝试寻找其他地方 让印度争议性宗教司扎基尔落脚 不过却没有地方要接受他 而谈到马航的问题敦马也透露 政府不排除会参考中国吉利汽车入股保腾的方式 让外国企业注资协助重振马航 内阁改组的传闻甚嚣沉上 但首相敦马哈迪表明他任期内不会进行内阁改组 他今早在接受电台专访时说 目前的部长虽然只有一年经验 但如果内阁换人 新部长必须重新适应工作 任务可能无法完成 在被询问是否会撤换争议不断的教育部部长马智里时 敦马说撤换部长并不能解决问题 新人选未必会做得更好 而我国目前需要的是彻底的教育改革 对于交棒问题 敦马重申他只是过度首相 他会遵守承诺交棒给安华 但他表明他必须确保在交棒时 大部分的问题都已经解决 而如果定下明确的交棒日期 反而是一种阻碍 敦马在访谈中也谈到了印度争议性宗教司扎基尔 虽然他否认印度有意引渡扎基尔回国 但敦马表明我国政府确实尝试 要寻找一个让扎基尔落脚的地方 但目前没有人愿意接受他 敦马强调扎基尔的居留权是国阵政府发出的 但因为目前种族情绪强大 因此如果政府对他采取行动 会被视为是在和他的支持者对抗 因此宗教课题 政府必须小心处理 谈到马航课题 敦马则表明政府不排除会参考中国吉利 收购宝腾的模式 让外国公司向马航注私 敦马解释 虽然有人希望马航是完全属于大马人的航空 但现阶段我国没有足够强大的投资者 能接管马航 虽然有人建议让外国公司大量收购马航股份 但敦马强调这并不简单 他说政府曾经拯救马航 马航也经历过多次变迁 甚至裁退超过6000人 但如今依然面对亏损 NTT7综合不到